鸩角蒸鱼 鸩角蒸鱼 这些黑蒙蒙是什么? 就是鸩角 蒸鱼炒四季豆 经常吃得到 用黑鸩加工业制过 微酸、微甜 又微甘香 越吃越开胃 芫荽洗干净时 可以切断 葱只需要用葱白 用葱花刮 把葱白刮出来 稍后蒸完鱼便会用 鱼洗干净 水滚时即刻关火 这时即刻放鱼入 滚水中拖三秒钟 然后拿出来抹干鱼皮和鱼腩 做法可以去掉鱼皮下面的腥味 起出一边的肉 然后斩鱼头 另外一边 都是用来斩碎 记住鱼肉每一件差不多大小 鱼头开了边之后 也是斩碎的 接着用这些醃料 用来醃鱼肉 首先用盐 腩角 蒜头 陈皮 和糖 拌好鱼之后 加入蛋白 拌均匀 加入生粉 再拌均匀之后 最后用一茶匙 炸干葱和蒜头的油 拌好鱼肉三个字 将鱼平铺在不瘦钢碟上 记住不要鱼搭鱼 我们用一个小锅 放入少许水和芫茜 用小火煮四分钟 隔手的芫茜 倒出芫茜水 只需要38克的芫茜水 拌均匀其他 豉油材料 就可以放开用了 煮滚水后 我们把鱼放进去 盖盖 大火蒸四分半钟 蒸好之后 将鱼转放到一个 上菜用的碟 鱼上面 我们撒上一些葱丝 然后我们蘸一些 滚油在葱丝上面 放入一个适量的 蒸鱼的豉油 我们就可以上菜了 前面